大家好,欢迎收看您的资料 今天我想聊一下几天前 中国发布对外宣布的 针对两种重要的化工原材料 也是两种元素 折和加这两种重要的元素的出口 中国下了禁令就不让出口了 折和加这两种元素 中国在它的开采 提炼制造甚至供应上 是占着绝对主导地位的 当然这个主导地位并不是说 这两种元素只是在中国有储备 别的地方没有并不是 也不是说其他国家不具备开采和提炼 它的技术 而是整个技术过程当中 提炼这个过程当中 你无论从成本上污染上 这个过程中国显而易见 它在能源 它在环境保护上 它在什么工人的权益保护上 它都可以说你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情况下 它当然具备了这个价格的优势 所以当然还有其他的 不光是这个 它还有些供应链方面的优势等等 所以从成本最低这个角度出发 全世界就已经把相关工业的 这个部分 供应链的这个部分 就给了中国了 中国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其实这个并不意味着 其他国家就不能干这件事 所以中国出台的这个 这个禁令呢 我个人觉得我非常的不理解 他这么做 这种做法其实真的是 叫做损人而不利己 其实他 其实不光是不利己了 最后他还损己 你损不承认 还其实损的是自己 的这种策略 那我今天就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这样认为 当然其实中国这么 为什么这么做 我觉得逻辑上是很容易判断 也是可以理解的是 中国是针对 这个西方的这些 美国欧洲的 像荷兰 主要的这个国家 加上日本 在半导体的制造设备 以及半导体制造的 这个化工原材料 技术上对中国 采取了非常严厉 非常厉害的这种 禁止出口的这种策略 直接对中国打击的特别的大 但是我看中方的反应 就是从出台这个 禁止出口 加这个势力来看 中国这样做了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 中方的反应实际上是一种 忍不下去了 觉得自己遭受了 多举重大的损失 觉得美欧日 对中国可以说是 采取了多多别人的 这种进攻态势 那中国必须要 尊风向队也开始反攻 这算是中国的一种反攻 或者说这算是中国的一种 硬碰硬 以斗争 应对斗争的一种 一种回应 那为什么这种回应是愚蠢的呢 或者这种回应 根本就不会有它的效果 只能有反效果 我们说如果两个集团 或者双方 或者咱们简化的 还就是中国和西方 在西方做出了制裁 比如在这一方面 制裁中国的这种策略之后 那中国你要 你要继续往下做这策略 无非就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和 就是不想斗 不想争 它就缓和局势 然后你针对我做出制裁 背后什么原因 我能不能消除那个原因 我让你减少这个制裁 我让你最后甚至撤出这个制裁 这就是和 就是原来是相对而行 我们是不是能够相向而行 这中国经常 中国外交部不是经常这样说吗 这就是一条路就是和 另外一条路就是斗 就是好 你今天制裁我了 那我也要同等的制裁你回去 这种斗呢 其实在外交争斗上见的比较多 或者有的地方在 经济战的时候也是经常用的 就双方台 你驱逐我多少外交官 我就驱逐你多少外交官 你制裁我多少商品贸易有额 我就制裁你多少关税 商品贸易有额等等的 这也就是一种斗的策略 这其实无非就是这两种策略 没有其他更多的 有意义的其他的策略 那我们在 中国不是在宣布了这种 出口禁令之后 我们就可以判断 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斗的策略 因为它 它这个 采取的这个禁止 折合家这两种原材料的出口 它不是不能够 不能够让这个局势缓和 它只能让这个局势更加的恶化 所以呢 这也就是它采用了 中共它在权衡利益 或说它在 经过一番内部 无论它内部是怎么样 做出这个机制的 内部黑箱的操作之后 它得出来的应对措施 就是针锋向队 接着干 我想 你要接着干 从逻辑上讲 你要干得过对方 或说你 你能够把对方干得元气打伤 你能够把对方干得 他的损失 远超他的收益 他这个时候呢 你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你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远大约 他给你造成损失 或者说 对方因为你做出这个 这个应对 让对方原来的制裁 你的那些措施 得不偿失 他得到一些担子 和他损失那些 简直就没有办法比你 如果能做到这一步 也就是说你 你有必胜的 在这个回合的争斗 他所带来的结果当中 你有必胜的把握 那你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 给对方造成 绝大损失之后 对方会 三思而后行 三思 还认为是刚才 原来做的那个制裁 措施是不是错了 或是值不值得 继续往下做 他对方会反思 那你可以达的 也许你可以达到 自己的效果 那我们说 中国这个禁止出口 折家有这个效果吗 折家这两种 元素 或者原材料 他本身 他不是说只有中国有 在好多别的地方 什么非洲 其实有矿场的地方很多 矿场丰富的地方很多 还和某些著名的 其他的元素 它是半生的 并不是说只有中国有 只不过中国 中国当然出来很多了 但中国在开采 加工这方面 它已经形成了一套产业链 因为中国可能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吧 无论是劳动力廉价 还是劳动力 没有什么人权 还是说 没有什么环境保护 实实在在的环境保护策略 还是上面一手 说了算 等等这种 就是非常低人权优势 因为这种低人权优势 导致了他生产的 折荷加的成本很低 然后他就把全球的供应链的 这一块 抓在自己手里边了 因为这个原因 他在折荷加的供应上 他具备了优势 但是你这一招 能不能让对方痛 你的确会让对方痛 你的确因为这两种元素非常重要 在半导体 在IC的自备 在这种非常重要的高科技的行业里面 他这两种原材的确是非常关键的 你的确可以短期的让西方的工业 受到一定的冲击 让他成本上升 但是呢 稍微中期 稍微过一点点时间 他就可以在别的国家 开始重新布局他的新的资源 然后把这一块给他弄上去 他就可以 你既然卡好脖子 我可以独立于你 但你并不是你是唯一的供应链商 你最多让我成本上升 我就是愿意 我就是付出这个成本上升的代价 相比我遏制你 因为你损害了我国家利益 相比我有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说 他付出成本上升 这两种差强成本上升的利益 对他说代价 对他说 完全是划算的 他不会为了出 为了这两种成本 两种成本 或者自备自己 那些IC骗了自备的成本 因为那个原因 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去牺牲 这孰中孰清 是非常清楚的 就你这一招 对对方的杀伤力不够 而且对方有解的招 也又不是说 欧美没有生产这两种元素的 提炼出这两种元素的技术 并不是他没有这技术 也不是他没有 也不是你在每一个方面 你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 有一种垄断的 独占的 独霸的优势在里头 在这种前提下 你能制约到别人吗 就制约不了 因为你的这种争斗 是一种相关国家安全的争斗 不是小争斗 是大的争斗 那你的出招力 就一定得是大的 你影响到国家安全 才行 你这一招没影响到 这一招太弱 而且 那效果是什么效果 效果是对方就认为 你没有任何诚意 你都不愿意 做下来改进你们之间的矛盾 你都不愿意说 我们有诚意 我们做下来谈一谈 相反 你做出了一个 我们不要谈 我们干脆继续斗下去 这么一个姿态 那行 那对方当然就要斗下去 因为 现在不是中国对美国 这是中国对整个的西方 美国一号召 很多国家盟国 那些民主国家 各个都是在大核争护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如果不这样 它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 自从二战之后 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 民主制度的耐生存的 那套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 那套国际秩序 就会飞风离析 所以西方它现在是 铁板一块 就跟他们怎么对付 欧战争的那种团结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更团结 甚至有可能 因为它更为重大 更为事关重大 好 你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那你就知道 你继续要斗下去 只有一种前提 你可以继续斗下去 那你可以把整个西方 都给搞 搞趴下 你的实力超过 整个西方 联合起来的实力 如果是这样 你可以继续斗 那是这样吗 好 你就算是在半导体上 你把褶和加 这两种元素 给短时间内 你让西方出现 某种短缺 成本升高 但是 就算是它短缺这个 它要反制你 太容易了 因为你又无从 都把柄在它手里 因为你是一个国家 那个是除了你之外 整个世界 这个量级是不一样的 所以 无论是技术 其他的材料 你分分钟就把你卡住 它真要卡你 可以卡到你 痛不欲生 这次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就像它真的可以让你的 半导体 甚至就不给你做买卖 不给你做半导体交易了 就像它限制 它整个欧洲 怎么抵制俄罗斯的石油 天然气一样 当时开战前 欧开战前 这俄罗斯的算盘打得很轻 就认为欧洲 它不可能完全不要 它俄罗斯的能源 它认为俄罗斯 额住了欧洲能源的咽喉 事实是什么呢 欧洲它愿意 它能够就宁愿去 像德国这种国家 英国 它的能源 涨几倍能源价格 付出巨大的通胀的代价 它都不愿意 被你卡这个脖子 就是说你今天敲诈 勒索我就同意了 就没有这事 它的实力远在你之上 你能够敲诈勒索得到 它嘛 就像你是街头一小混混 你能乐视到 这个全国最大的黑帮老板 不可能是不是 所以这个 中国祭出这一招 它没有想清楚 它有没有这种 它在这个整个的争斗当中 它在天平的那一段 天平朝谁倾斜 它没想清楚 好 有人说就是 从中国这方面 又站在中国 你看到就是 西方怎么欺负你了 孰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态度 民族主义一激发 大家都说不然 就是要干 也就是有的人他就会问 真的是美国怎么着整我们 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 那这种问题本身就很愚蠢了 但我要说是 你真正两个国家 特别是国一国之间 甚至国一一个集团之间 中国和西方整个之间 发生这种矛盾的时候 斗争是没有结果 你就必须得坐下来 你要找出来 为什么对方会团结一致的对你 你要找出来 那你至少是要表示 一个诚意出来 你就行 但是你也可以向对方摊摆 我有这样的原因 我不是说 我就是要跟你过不去 我不是说我这么走 影响了你国家安全 我就必须得这么走 你可以向对方解释你的原因 但你一旦表示诚意来之后 对方就会对你多一分信任 就像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个和你矛盾重重的人 你到某天你实在是不行了 你必须要跟他谈谈 你说我们这些矛盾太大了 我们这样我们不解决它 我们必然会出大问题 我们要谈谈 但对方根本不愿意谈 这个时候你就开给 你就用采取措施来警告对方 或者让对方知道 不能这样下去的时候 对方如果的反应是 怎么着我就是要这么干 我对你所有发出来的 我是一种负面的方式来应对 你捅我一下 我捅你两下 这种方式 或者说我不愿意坐下来 跟你谈 沟通 双腹了解 为什么你要这么制裁我 我做 你可以给我建议 我该怎么做 你如果不做出这种姿态的话 那你就知道对方是要跟你赶硬仗的 那你还能做什么 你还你只能准备跟他真正的打一场恶战 那你只能去备战 你只能去准备到很大 叫做真刀真枪的实干了 这是你唯一的办法 那中国这样跟整个西方做 意思就是告诉西方 我要跟你干下去 你们赶紧团结起来 你们赶紧把自己的所有的资源浓入起来 你赶紧孤立我 你赶紧加大对我的制裁 因为我要跟你们干下去 这就等于在说这句话 然后呢 他外交部做了这一番举动 之后他外交部又再说 西方没有诚意干善 西方根本就没有诚意干善 这样的关系 因为在他做所有这一切反应的时候 他没有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西方是吃饱了 没吃了干 撑着他要跟你死磕 我整个西方这个利益集团 整个这个西方集团 民主或者民主国家的这个阵营 他不会 他要跟中国斗 他也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就像整个欧洲 整个西欧 跟站在乌克兰背后 跟俄罗斯针锋相对的时候 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所以整个西方跟中国斗的话 他付出代价比那个代价更大 他们不会平白无辜 吃饱了 没吃 仅仅是敌事你也好 骑事你也好 就跟你这么干的 这个不符合经济规律 你一定是损开了对方的最根本的利益 你就把对方的路挡走 不让对方有这条出路了 这种前提下 对方才能跟你死磕 这个时候你是愿意继续跟对方 你挡住别人的 不让别人活的这条路呢 还说坐下来跟别人谈一下 让别人双方增加点理解 至少做出这个姿态 然后甚至你做出这种姿态 说不定对方的 制裁就会减弱半分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做出任何这方面的姿态 他总是觉得 我自己今天 我又被你整了 我又被你 你又合伙搞我了 我要搞回去 这是什么智商 这是什么样的 智商做出来的反应 这是一个 在生活当中的话 就是牛饵 或者就是那种 少跟闲的人 他做出来的反应 而不是一个国家 应该做出的反应 好 我今天先聊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